王毛毛是火神山医院感染二科医病区的副主任医师 进驻火神山医院不久 王毛毛就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都捂得严严实实 就算面对面也看不清脸 叫不上名 患者很难跟医生建立起稳定持续的交流渠道 于是他开始通过添加患者微信的方式 与他们建立稳定连续的沟通 方便患者及时找到自己 慢慢的王毛毛和他的病人们也逐渐成了朋友 谈起王毛毛 他的患者朋友们说的最多的就是热情 其实王毛毛每天都要往返于医院和驻地 休息的时候他做的最多的事情就是把微信整理一遍 一条一条回复来自38个患者好友的消息 对王毛毛来说 微信让他和他的病人们能够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每次微信他都回真是不简单 真是一点价值都没有 真是我觉得真是满受感动 CT片子呀 什么检查结果呀 就是告诉我们不要担心 就是开导我们 希望通过一些微信啊 或者其他的平时的交流啊 这些方式能够在治疗病人身体疾病的同时 给他们心理 觉得说像个朋友或者是像家里面人一样啊 因为这个时候对于病人来讲 有一个熟悉一点的 亲切一点的这个朋友来给他们做治疗啊 然后来关心他们啊 这方面的话呢 心理方面感觉会好很多 如今王毛毛和他的38个患者之间 不只是医生与患者 更是好友和战友 他们相互沟通 一起分享 共同抗疫 经过王毛毛悉心的治疗和心理安抚 他们中的部分已战胜病魔康复出院 这批病人能够早期出院的 往往大多数的心态会比较积极 然后年龄有高有低 但是他们一般来讲的话 就是说配合治疗啊 然后饮食各种方面都是配合的比较好的 这一类的病人 他的抵抗力啊各方面的情况 都处于这种偏好的一个层次 所以对于他的这个病情的恢复 我们觉得也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很有信心 对于这一场抗疫的战斗 我们后面肯定会越做越好 希望就在眼前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